各位聽眾,大家好,歡迎收聽11月17號的《映画春秋》 今天繼續有三位主持 有Grace Atlas 還有Thomas 開頭先講一套很大熱的作品 但我不知道是否因為我的老爺沒有醉 所以我感受不到那一刻這麼刺熱的氣氛 這一套大熱的作品其實都沒有人猜到它會大熱成這樣 本身上星期四你還記不記得會上什麼電影? 本身 是不是 我忘記了 是不是 我真的忘記了 因為最近剪了太多電影 我已經不太記得這些影期了 其實上星期四 原本就是James Bond第一次延期之後上畫的日子 Oh no 所以本身有一套大作就上不了了 我相信你也猜不到鬼滅之刃的劇場碼會 竟然成為這個11月戲院的救市大作 好像是第一個星期還不可以用優惠券 看看哪間戲院 百老匯就好一點就是不可以用證券的 如果有些戲院好像UA那些 不可以用證券之餘 不可以買一送一 減掉優惠 然後還要加票價 神經病 神經病 為什麼要加票價呢? 其實我不明白 這套戲很長嗎? 一百十七分鐘 要加票價這麼多 賺錢嘛 就好像你那時候 之前上天能的時候 那些戲院都加了票價 是啊 但天能我記得現在的票房好像是五千四百幾 我想不止了 五千幾萬 總之就是 但是鬼滅誇張到 他第一天就開了八百幾場 然後之後 他應該是三日至四日後 就過了千萬票房 但是Thomas 因為我沒有看 所以只有Thomas Thomas你是很厲害 你看完動畫版 那首先說了票房 如果說票房 香港就三日一千萬 那第一天就八百幾場 去到星期六日 他的場次是去到一千場以上的 哈哈哈哈 你換了以前呢 是只有那些 好像Avengers那些超級大片 才有這樣的待遇 他誇張得是開了大院 例如說你旺角爆會 五間院 三間大院就拿來循環 在播這個 毀滅之刃 有些戲院十二間院 有六間戲院 就播那套戲 元朗也是 八間院六間戲院 就播那套戲 基本上是 車輪轉十幾分鐘 十幾分鐘 十幾分鐘 一場這樣播的 這個情況 是跟日本 和台灣 是差不多的 因為如果你看 你看照片 日本呢 是分兩條隊的 一條隊就是 鬼滅之刃 一條隊就是 鬼滅之刃之外 是啊 而且香港呢 我是想不到香港的氣氛 都這麼像熱 有人真是 cosplay 進去看這套戲 其實我是覺得 很少可有這個情況 我看那場 就有人 是穿了炭治郎的裝扮 入場的 最帶著意識的是 我期待看有沒有人 會帶個豬頭入場 哈哈 但是他真的 還有香港呢 我是沒有想到 他是連 IMAX都想買 他很後期才公佈了這個消息 因為香港和台灣呢 那個發行 都是由這個棉花來做發行的 那麼台灣呢 第一個禮拜就是上日文版的 第二個禮拜呢 就加開了這個 IMAX版和國語配音版的 那麼台灣現在的票房 是去到3.8億 4億 4億應該沒有問題的 應該是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應該會有人翻看的 會不斷是 因為他發行的策略就是 他 每一個禮拜送的紀念品都不同的 咦?台灣啊? 香港都是的 第一個禮拜就送Poster 那麼 我去到買Facial 就已經Poster送完了 那就沒有了 第二個禮拜就送Postcard 如此類推的 嘩 嘩 好懂得做 沒有棉花 這件事 日本也是一樣的 就去到上畫之後 一個月左右 就可以送Postcard 的票房 因為現在日本的票房 是233.5億 神經病 都很誇張 其實它的上升幅度 是減慢了 原本就一個禮拜50億 現在就 減慢了變成一個禮拜 30幾億 嗯 但是我相信他破你的名字紀錄 就不是問題來的 其實不是問題 千與千尋 那個紀錄呢 就 就可能 要多些時間 但是我相信都應該會破到的了 有分分鐘 如果要做今年的票房冠軍 就有點困難 會不會呢? 如果你要做全球的票房冠軍 應該就有點難度的 因為我看回錄錄 現在鬼滅之刃 在全球的票房是排第8的 嗯 那是大概20幾 不知道好像是20幾億港幣 那樣的 但是呢 排第1的800就30幾億 我屌 排第2就是 排第2你還屌的厲害 那就是我和我的家鄉 那就是 那些放在那裡 就是做素食屎 你現在否認不到 因為現在全球十大票房 就是 全球十大和當地的十大是有分別的 但是 這些疫情問題 類似下來其實天能都只是 只是徘徊在榜末 其實就 天能好像排第3還是排第4 那麼多 那麼多嗎? 3億多美金 他好像不是 他比超音鼠還少 因為他美國上不到 如果你看看美國 上日本動畫的票房紀錄 好像曾經試過 《我的英雄學院》的劇場版 在美國的票房也有十大的 嗯 所以如果 美國的戲院是上到這套戲的話 哇 哇 糟糕了 其實我真的有蠻Thomas 因為我其實就 好笑的 《鬼滅之恩》 其實初頭 我老公有追的 我老公是一個追動畫的人 他看完第一集 我就說 咦?死全家的 為什麼? 然後他就不追了 一起來就說 不是那麼好 他就不要追了 很遺憾 那我之後 黃Will就 全都放上去 其實很難得 像Thomas你也說 這套戲真的很難得 他就在黃Will放過 又沒有上電視 又沒有粵語版 但是那個受歡迎程度 是非常之刺熱的 那其實就是告訴你 現在那個看動畫 那個習慣 其實一早已經是不同了 一早改變了 我們那個時候 看A級的年代 一定要跟著電視機來看的 就是你看A級裡面說的動畫 很多是沒有機會看到的 是啊 但是你現在這個年代 就根本你上網看動畫 實在太方便了 所以根本都不需要 要坐著跟著電視機來看 還有電視機有廣告 你看完一集 然後你又要等一個星期 嗯 我就不會跟你等了 如果現在的話就 是啊 以前也是 日本是他們習慣 所有的影視都是一星期一次的 然後香港是一星期五次 但是 中間一定有賣廣告 斬了很多節 現在就是 那些人就是 所謂追劇追勝 就是我都兩個時間之內 都看完這個後翼起兵 後翼起兵 其實速度是非常之快 好像我看的習慣 就是我 一天看一個任務的 就是一次看三四集 這樣看的 其實不用一個星期 就已經看完 其實這個動畫 就是《鬼滅之刃》 其實有別於 近年我看開一些動畫 都是 很後攻向 還有 很喜歡躲在一些 虛擬世界裏面 去打怪 就是很多這一類的東西 但是《鬼滅》 我看過一點 因為其實我沒有追 其實都是好像 一貫那些叫做 王道萬王 王道的題材 是不是呢?Thomas 其實它的模式很簡單 就是有人就 鬧這套戲不是神作 那我覺得 就是一套戲是不是神作 就不是你寫篇文就決定到的 就是我覺得是一個 大家共同的一個決定來的 就是一套戲是神作 也都不代表一套戲一定有深度的 就是你說龍珠星馳是不是神作 那我覺得 他一定是有個經典的地位在 但是 他又沒有什麼深度 就是你說你當聖詞的人 東西都是 聖詞 接著被人打倒了 打到快死 接著就發揮第七感 第八感 接著最後一拳 就窩死了那個敵人 就 聖詞沒有什麼 都是救我八婆阿典娜 一直以來都是 其實這一套鬼滅之印 他的模式都是 訓練 接任務 打鬼 打到那個人快死了 接著就 接著 再打死鬼 接著又訓練 接任務 打鬼的循環 就是 你沒有想到他好像降鍊 進擊的巨人 故事背景是很有深度 鋪了很多伏線 不是這樣的 但是 雖然 你說這套戲是 結構是相當簡單 但是他有個好處就是 他節奏快 不拖 這個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現在的人生活節奏快 如果你 再好像你以前那樣看龍珠 那個節奏 你會撐不住的 嘩 那些不行 我現在也撐不住 我覺得太慢了 即是你以前龍珠 你出的龜波 都出了一集去了 哈哈哈哈 以前 其實那些動畫 有一個季 一個季 有50集 你現在一個季 其實都只有十幾集 如果有二十幾集 有些是二十六集 很短的 其實二十六集 相對來說 相對來說 他不拖 以前你龍珠 可能是 要成十幾集 才能畫到一卷漫畫 但是你鬼滅的速度 應該四集 已經是一卷漫畫 所以速度是快很多 而且 他出招是出得很快的 到我現在 其實我都還沒記得 一切主角的十招 哈哈 他還有漫畫 漫畫 那你就沒有追了 我看到 差不多最後五集了 嗯 但是其實漫畫 其實有人說過 這套 有件事挺有趣的 因為其實 漫畫 不漂亮的 其實最主要 它成功是因為 動畫出了之後 就很大熱 其實是不是 絕對是的 因為我看回漫畫的銷量 那個紀錄 一百年 他出了十一卷漫畫 那個銷量是二百五十萬本 但是去到現在 他出到二十二本 那個銷量是超過一億本的 其實是動畫出了之後 那些人就開始追回漫畫了 是啊 因為你看完動畫之後 他有一個追看性在那裡 那些人就會乖乖地去 去掃回漫畫來看的 包括我自己也是的 嗯 所以現在你走上去信和 你看鬼滅 是不齊其數的 很多時候是斷了事 咦 還有呢 有個小道消息 是好笑的 鬼滅那個作家 是一個女孩子 但是從來沒有人見過 她是什麼樣子 也有傳她 因為畫完鬼滅發了 她退休 她退休走人 但是我相信 集英社 她一定就會 想盡各種方法來出外傳的 當然啦 你多難得有本漫畫 現在是賺錢賺得這麼厲害 是夠糟糕 現在是夠國 去到夠國的了 哈哈哈哈 是賺外匯 因為現在有些經典漫畫 其實她都 好像龍珠 其實現在有本要龍珠超 她都是 鳥三明找人畫的 也是 是 鳥三明不玩 不跟你玩 其實 她受夠了 而且你說漫畫很噁心 動畫畫得很漂亮 就是這個 這樣的情況 其實 你過往很多經典動畫 都有這樣的情況 例如說 星斗士星士 阿車在前 正美畫的漫畫 其實都不太漂亮 還有 橫色色彩呢 動畫 她找了一個很出名的畫師 那個叫《荒野生吾》 她就把動畫搞得很漂亮 所以就受歡迎 我覺得以往都有這樣的情況 如果說回鬼滅的動畫版 即是劇場版 其實我想問 如果我沒有看過任何鬼滅的東西 就這樣進去 是否會出事呢 我覺得會出事的 因為她 一開始 就已經說到 那幾個主角 就上了一輛無限列車 就打鬼了 她是完全沒有回顧之前 究竟那幾人做過什麼 一來就來了 就 連回顧那些片段都不給你的 因為你看回過往日本的電影 有時候她都會出些回顧的 例如說 好像那套 《寄生獸》 因為她上第二集的時候 其實她會 她都會用幾分鐘後 剪回第一集發生什麼事 而這套《鬼滅之恩》 她就學足何利活這樣 完全不給觀眾面子 一來就打 好像你看《Avengers》 她都不會回顧之前發生什麼事 是啊 現在日本就跟著這個世界準則 也不要浪費時間 問問問Homas 如果你有看《鬼滅》的劇場版 那你收不收貨這個劇場版 其實她的劇場版 基本上就是把動畫搬上大人幕 你要接受她是無頭無尾的 其實她的尾也不是一個故事的結束 因為那套劇還沒有死 因為那套劇還沒有死 那哪套劇就不說 所以她就很棒 就是因為 你很想看那套劇場 最後怎樣 所以你就會 拿回漫畫來看 事實上 那個電影版的《Big Boss》 其實她背後是有個故事 其實我覺得都挺好看的 那這個你就要看回漫畫 才知道究竟她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她會弄到自己這麼殘忍呢 漫畫她是有解釋 為什麼會這樣 但動畫就沒有解釋這件事 其實《鬼滅》是不是結束了 漫畫已經結束了 因為漫畫改編成動畫的時候 你看回那個時間 其實已經差不多打到最後五帝了 所以可能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她想拖刀 不是這麼能夠拖刀 她已經差不多打到最厲害的那隻鬼 那如果你拖刀的話 你可能就要加多 十隻更厲害的鬼來打 那她就沒有這樣做 但Thomas你可以說一下 入場其實都很有趣 就是那個年齡階層來說 看這些電影通常就是年輕人為主 那我和我老婆應該是其中兩個年紀出台的觀眾 因為我在旺角爆回看 但是旺角爆回的觀眾其實我覺得 都幾乖的 不會說玩手機 大家都很專心看 你看看火柱怎麼打鬼 那真是難得 還有你說是開了三間院的嘛 王八其實都 三間是大院 開了三間院 但是三間院都坐到一定的人數在裡面 因為我們去PE看電影的嘛 我們坐六院的嘛 會不會 那見到一院那邊 其實父老葵 就是父母帶著年輕人去看 那其實她竟然是可以立起家庭層 就是家庭觀眾這件事才厲害 其實是 但是套戲我也不太適合一家大小看 因為始終套戲都幾暴力下的 就是 她真的爆頭就爆頭 穿心就穿心 就是她不會跟你和諧的 其實都有可能 是她 她爸爸媽媽 如果是看星始 或者是龍珠長大的話 其實她都不在乎這些事情的了 我見有人真的帶小孩進去看 我覺得 可能就要加張指引一下 因為她這套戲 我喜歡她 就是她的暴力場面 她真是拳拳到肉的 她真的不會跟你和諧的 就好像 我之前看Netflix的《星始》 我看到第四集 我已經棄了劇 我已經是 那個3D那個很噁心 因為她沒有了 以前你看2D《星始》的時候 那種 血肉模糊的感覺 哦 你好像是打人家的膠 你不是在打人家的肉 我受不了 所以我放棄了 但是這套《鬼滅之日》 她真的回復過往 打鬥動畫的爽快感 剛剛也說了 她打得很快 是啊 還有她 這套戲 她那些鬼的設定 其實是很屈肌的 是 是 基本上 其實你的主角 一不小心 被人打中一下 就會領便當 不會說翻身再來 就像龍珠一樣 突然間 死了不要緊 放下一會 然後再叫龍珠 再叫龍珠叩醒 好啊 這套戲就死了 所以 挺好啊 她是刺激的 她是 還有她 那些戰鬥場面 就是她是融合了手繪和 CG動畫的 她是 就是她做這個動畫的優浮社 叫做UFOtable 俗聲叫做飛碟社 她是出名做這些動畫特技的 哦 加上她無限的成本 所以她做到那些 戰鬥場面 就相當之華麗 其實我想問她 現在這個動畫 劇場版 其實是不是跟動畫版 都是同一間公司 因為有些 不知道為什麼 找了其他公司 畫了之後 就會面目全非 那個 同一間公司 簡直是 連導演 都是同一個人 哦 這樣就很連貫 如果這樣 所以就是連貫性 是很足的 還有她改編 她是跟足漫畫改編的 即是連對白都跟足了 哦 那這件事很重要 其實是 我覺得有好處 好處就是穩陣 沒有人會罵你 嗯 不好處就是 她有些地方 我會覺得是太過擁場的 例如說 套戲 兩個小時 她開頭一個小時 其實就是講主角 發夢 然後就有些鬼 進去他們的夢裡面 嗯 那一段 其實她就 跟足漫畫 變了 就會有一點而長 嗯 去到後一個小時 就打得很爽快 嗯 因為她都117分鐘 接近兩小時 其實是 動畫來說都長 動畫來說都長的 還有 她一套鬼滅之後 我覺得她是一套 武俠打鬼動畫 我覺得她是 熱血 而且她是說 人和鬼 好像 你看那些武俠小說 比武 因為她那些 招式她不是就是出拳 她有些 精神毀滅的 有些放毒針 有 出火 有出水 什麼都有 糟了 我現在只會來鬥子 所以她的 她的畫風 其實她的變化是多的 其實是 所以她的畫面 她就相當豐富 就是會吸引到你那個眼球 所以她在這個年代 就很受歡迎 因為她在 總之其實每一個年代 有不同的動畫 所以我很贊成 剛剛Thomas說 我們不會說 這套沒有深度 跟以前比 是不是有普通的料 我就不會說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每個年代 都會有一套動畫 會走出來 我們要知道 總之在那個時候 她是受歡迎的話 其實她一定有她的原因 所以我們都不會這樣 這樣強加一些評語 下去 而她的票房真的這麼強 你要想起 有沒有一套動畫這麼強 以往是 公其進那些 是呀 不過說到公其進 很好笑 就是說到 有些日本記者 玩要鬼滅騷擾 挑釁她 有些八卦雜誌記者 趁她 早上倒垃圾的時候問她 你有沒有看過鬼滅之印 然後公伯伯就說 我沒有看電視的 我沒有看電影的 所以 所以那套電影 有沒有破我的票房 那紀錄音其實不是很關我的事 我還是繼續丟垃圾 哈哈哈哈 阿公伯伯那個 EQ非常之高 其實 我覺得沒得比較的 因為 你的風格都完全不同 是 所以不可以這樣比 但是我也樂見鬼滅這麼受歡迎的 因為真的拯救到那些票房 不過說到一件事 其實香港人看鬼滅 那個感覺 我覺得 她都會投射到她自己 現在那個社會那個 氣氛下去 我覺得是 咦?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樣她說 就是 說到那個火柱 就是你看那個 那個圖片的主角 嗯嗯嗯 就是她裡面有一件事 就是我寧願犧牲自己 都不改變原則 不做鬼 嗯嗯 因為她裡面說到就是 就是鬼 就跟她說 那 你這麼厲害 但是你只是一個人來的 我鬼就屈肌的 就是你斬我 你斬我 我都能夠再生的 不如你跟我一起做鬼 我就可以 跟你就 不停地在這裡比武 但是 那個人就拒絕 就說 我一定要保護我 我身邊的人 我寧願死 我都不會放棄一個原則 那麼 其實她都在說一個 就是我願意投入 黑色的這個問題 都是 那這個你可以想想 和現在的社會氣氛 有什麼關係 還有還有一件事 就是說到炭治郎呢 就是說到她打了一隻鬼了 幾經辛苦 用盡所有的氣力 終於 終於拼了一隻鬼了 但是突然間 有隻更加厲害的鬼 就跑了出來 嗯 而那隻鬼是屈肌到 根本她是完全沒有能力 去對付她的 嗯 那她裡面 她表達那種 不憤和無力感 就是 我覺得跟現在這一代 是很相似的 嗯 你想想上一年發生的事 就是好像你 真的做了很多事情了 你動員了社會這麼多人出來 但是最後的結果是怎樣 就是有些邪惡勢力 用一些完全屈肌的方法 來把你壓下去 嗯 就是你現在的人 其實就是有一種無力感 就是我 就是我 無論我怎樣也好 你都是不聽我說話的 嗯 你現在還要用 用盡千般萬般的方法 來打壓我們 其實現在年輕人 面對心情就是這樣 就是 我就是有看到有朋友 看到她很激動 她說 因為我想起 我想起我自己的地方 就是香港 她說 不知道為什麼扣到整個故事 我就是想問你這件事 你終於解答到我了 我就是知道裡面發生什麼事 而且她吐氣 她完結 她完結那個位 其實就是一個 怎麼說 我免得穿結局 就是 現在香港人 所面對的心情就是 嗯 所以我一場呢 看到有女觀眾 是哭得出聲 是 這麼強? 我覺得挺有的人害怕的 其實很容易 一定會聯想到 如果是有心的話 一定會聯想到的 還有 你始終動畫 你和漫畫比較 動畫的那個 戲劇效果 他的配音 還有他打 還有他那些 他那些 他的視覺全面 其實他是把 這個 訊息 把這個無力 其實是增強了很多倍的 嗯 因為漫畫 你至於一格動畫 你就說了所說的 但動畫不是 是啊 你還要加上配樂 那些 他的配樂 還要是 很受歡迎 這首歌 而且他那些配樂 都很厲害的 還有那些音響 都很好的 因為我去旺角爆會看 其實他的音響 都非常強勁 我就是好奇 動畫 動畫 有什麼好看呢 其實是 會有什麼效果呢 他是不是有特別 做了什麼效果 我覺得是畫面加大了 是令到你身處的感覺更加浸陷 嗯 那這套戲 就差不多講到這裡 我覺得都值得入場看的 要補回看那二十六集動畫 是必須的 如果你說 你要帶著個小朋友 進去看 但你又沒有時間追過那二十六集動畫 那可以怎麼辦呢 其實網上的YouTube 其實都有些雞精回顧片的 我看那兩段片 十幾分鐘 就講完那二十六集動畫 發生了什麼事的 當然如果有時間 就最好看回原裝動畫 就會更加深印象 其實不難的 其實四五天就搞定了 你和你 你可以飛的 你那些開幕可以飛去 飛去就 飛去就二十五分鐘都沒有 飛去就二十分鐘一集 很快看完 很快看完 那好吧 我們稍後回來再講另一套戲